好本日精选新闻带您关注 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80天 港警一天之内连续逮捕九名反送中的大将 包括黄之锋还有陈浩天 那现在民运人士王丹就说 中共恐怕要开始进行大逮捕 稍早黄之锋已经获得保释 不过呢他必须要遵守宵禁令 法官允许两人外在出席外地演说是OK的 也就是说他九月份会到台湾去参加一些座谈 应该还是可以照常进行 香港警察从29号开始大规模抓捕民主派人士 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由香港民主女神支撑的周庭 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 立法会议员许瑞宇 郑松泰先后背带 直接送往警署 831前夕香港风声和力 抗议警方南暴 抗议警方南暴 无据白色恐怖 不过30号下午5点多黄之锋和周庭两人 获准以港币1万元现金交报 就算我们是在六月的时候参与这个抗议活动 没能起诉 但我们未来两个也希望让更多的台湾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香港 特别是现在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1.5制的时候 就算我们被抓 我们面对白色恐怖 我们还是会努力下去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 之前才在脸书提醒黄之锋要当心 果然随即遭逮捕 王丹也在脸书警告 中共已经在香港进行大规模抓捕 镇压时刻就要到了 不约于香港民主运动的指标人物 戴耀廷何俊仁都被王丹点名要小心 十一前夕 北京要惹出麻烦的人 自个解决 但早就主动撒网 让异议分子安安静静 来新闻黄琼玉报道 今天港府大动作逮捕社运领袖 其中一个人就是被封为学民女神 22岁的周庭 她在2012年开始投身社会运动 一直很努力要争取真民主 而且她为了要把香港人的心声 让更多人知道她还苦学日文 如今她也是对日的一个代表窗口 一口流利日语眼神坚定 香港学民女神周庭 对着日本媒体侃侃而谈 香港民众反送忠能不低 22岁的周庭一头长发外表清秀 虽然年纪轻轻 却已经是香港自决派社运 代表人物之一 看似柔弱的周庭 喜欢日本动漫 爱玩cosplay 从小学游泳 和一般年轻女生 没有什么两样 原本她和社域没有交集 却意外透过网络 解释对追求香港民主 充满热情的学民思潮伙伴 更从2012年开始 投身社会运动 成为领导人物 占领中环 雨伞运动 都能看到周庭的身影 甚至她一度准备 投身香港立法会选举 最后因为港府 从中作梗作罢 当我走到社区 也感受到 大家对于民主规划的憧憬 原本不懂日文的她 更因为从2014年 占中运动 负责和日本媒体接洽 开始自学 到现在已经可以 用日文开记者会 甚至对着日本大学生 演讲一小时 阐述香港人 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 对 中国人捕捉了 为了守护自由 争取民主 周庭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 被港府罗之罪名带走 但香港人心目中的 玄米女纯遭逮捕 恐怕主要激起更多人 起身反抗 港府和中国的暴行 三里新闻 我们这么懂